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今天要講姜濤的成績排名相當厲害 個勢越來越有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今次講這個Report是Spotify 基本上香港的頭10個點擊率最高的 上次我Spotify講過 基本上是姜濤和Anson Lo加伊人的評分抽息 我用錯了成績 不應該評分抽息 基本上應該是姜濤佔了一半以上 今次的Report更加厲害了 這個形勢非但沒有跌過 而且勢頭越來越厲害 相對其他人就更加誇張了 Ian在十大排名榜沒有了 Anson Lo亦都跌了 差不多跌出了邊緣 一會兒跟大家講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個Spotify 數據很厲害 而且姜濤越戰越有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跟大家講一下7月份 我們這條專維護、專保護、專愛護姜濤的頻道 是不會再受YouTube的推片的了 個小時的原因 大家有追開我這條頻道都知道了 但是不要緊 我們自己自強不息 我的聽眾、我的觀眾 聽到這裏 你更快點讚好我這條影片 更快點留言 幫我們這條影片有一點好一點的數據 希望多些人聽、多些人看 基本上就是幫姜濤去 去宣傳他的好成績 除此之外 如果去到這部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超級感謝、超級留言、超級Sticker 都可以幫到我們這條影片和Channel 發一些好成績 給YouTube看 我們這條影片 真的有用的 幫到姜濤 好了 那就這樣了 好了 跟著 就講一下這個 Spotify 這個成績表 這樣 以往 Spotify 基本上都會定期 然後呢 就講一下 全香港 十大排名 點擊的歌曲 這樣 這次 慘了 不是姜濤慘 Ian已經跌出了10磅以外 10磅 完全一首歌 Ian也沒有 而另外一首 Anson Lo的點擊 以及歌的數量 那個趨勢 全線下跌了 OK 甚至去出我一首新歌 都是不行 OK 那反而姜濤是怎麼說呢 反而姜濤呢 反而姜濤呢 揭得住這個形勢 還有 略加了那個佔友論 那我們怎麼看呢 那麼呢 今個禮拜呢 就講的 十大點擊歌曲呢 就有兩首歌呢 就入了十大 那就是 New Jeans 的 Super Strike 和這個 Terence Lamb 的 《怪我只敢做好》 那這兩首歌呢 基本上呢 就上了十大 那根據上次的報告呢 十大裏面呢 是講的MIRROR 是充斥了十大 分別由姜濤 佔了五首 Ian佔了兩首 Anson Law 佔了三首 那這次Anson Law 已經跌到邊緣了 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而姜濤怎麼勁呢 姜濤呢 雖然五首歌 雖然五首歌 但是呢 他的佔友率已經達到83%了 那我就用一個最喜歡用的比喻 就是說現在 有十塊田 其中五塊都是屬於姜濤的 而這五塊田的產量 是佔了十塊田的產量的83% 那就是說 如果這十塊田 它總共可以生產一百支宿米的話 其中八十三支 就是由姜濤產生的 但問題上呢 這十塊田之中呢 只有五塊田是屬於姜濤的 可想而知 姜濤的歌的走勢 點擊 受歡迎程度 是多麼伶俐 這個比喻 我想簡單些 和大家去數據化這些複雜的資訊 那就容易些理解了 好了 那這個排名是怎樣呢 厲害了 現在第一位 就是姜濤的Dummy 第二位 就是姜濤的追 第三位 就是姜濤的 沒有翅膀的天使 第四位 就是New Jeans的Super Shine 第五位 就是姜濤的DMI Fan 第六位 就是姜濤的風雨不改 第七位 就是Anson Logan 第八位 就是Torris Lam的怪我指 第九位 就是Anson Logan 第十位 就是Anson Logan 特別版 厲害了 大家聽都聽到 姜濤佔了全香港頭十首的歌 其中五首 而他佔中了頭六位 雖然就比New Jeans的第四位 Super Shine 就版了第四位 但是其實 這些新歌上了榜四天 New Jeans 上了榜四五天 但是已經很厲害了 這個都很厲害了 但是其實基本上 頭五位 或者是頭六位 都是姜濤所佔著優勢的 好了 基本上 如果按Sportify這個成績來說 姜濤佔了83% 而當中每一天 究竟有多少人聽姜濤的歌呢 姜濤的歌佔了每一天 超過21萬人聽 在Sportify裏面 厲害 這樣真的沒得說 是不是 姜濤受歡迎的程度 就算他現在是停止更新的社交媒體 但是那個氣勢依然都是不減 而且那個趨勢越上越有 這個正正就反映到姜濤是No.1 不用我那些Youtuber又說姜濤收藏自己 又說他不行 故意不更新社交媒體 避難 避難 避什麼懶 避什麼懶 我都想問 這個成績 姜濤根本不需要避難 他就算不更新 就算沒有在這個社交媒體出現 都依然 都依然在說什麼 依然在說 我的勢頭 我的佔有率 我的點擊率都依然那麼厲害 這五首歌就厲害了 對不對 略略說一次 略略說一次 第一位姜濤的東美 就上了榜43天 現在的總點擊率 就去到223萬 平均每一天就有5萬1千多人聽 第二位的追 上榜117天 現在總點擊率是達到518萬的 平均每一天有4萬4千多人聽 第三位 沒有刺旁的天使 上榜74天 現在平均每一天有4萬1千多人聽 現在總點擊率已經突破了300萬 去到第五位 DMFAN上榜702天 剛剛過了2330萬 OK 不是2330萬 31萬 平均每日有3萬3千人聽 第六位的風雨不改 328天上榜 現在總點擊率達到1416萬人次聽過 現在平均這個風雨不改 就有超過每日4萬3千2百多人去聽 厲害 現在總點擊率 平均每一天21萬人去聽 厲害 平均每一天21萬人聽 當然21萬這個數 是很厲害的一個數 如果不至於幾乎 並非包括姜濤在這個spotify 的總 聽的人詞人數 對不對 他就憑這五首歌 已經超過21萬人聽 多厲害 多厲害 這段真的沒得說 真的沒得說 而且在講這個 有一個趨勢更加厲害 其實《風雨不改》 第六位的《風雨不改》 其實上了榜一年有多 現在已經超過1400多萬 其實厲害 你見到這個上升的軌道是很強勁的 為什麼這麼強勁呢 我們就看看當中的因素 當然其餘四首歌都相當之厲害 如果在Spotify來說 這樣就很強勁了 《風雨不改》 近來我們見到它越戰越勇 有很多人都奇怪了 為什麼《風雨不改》近來會上了這麼強勁呢 大家都知道《風雨不改》 就是阿媽有了第二個主題曲 這首主題曲 當然是配合了整套戲的意思 異味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風雨不改》是《風雨不改》 是《姜濤》第一首唱的電影主題曲 而《阿媽有了第二個》 也是《姜濤》第一次 演這個電影的男主角 那你說的重要性是多少 而且《阿媽有了第二個》 超過4200萬個票房 我不知道 因為我暫時沒有找這些數據 究竟如果一個明星 他第一次拍電影 而第一次拍電影 是好像《姜濤》那樣 可以超過4200萬個票房呢 我暫時想不到 是吧 究竟有哪個明星一出道 做主角 做主角 是已經一開始有這麼強勁呢 而且在講的 在那套戲裏面 除了阿Mo姐之外 其實整套電影是沒有其他一些很高知名度 而且在講的是Mo姐 我們當然在講的是一個資歷深厚的演員 但是他不是現在最紅的一個明星 但以《姜濤》第一次拍的明星 已經超過4200萬個票 這個成績是超過這麼厲害 當然 大家為何騙這麼久 再聽回《風雨不改》這首歌呢 當然我們看數字就要看一下 因為我們要看整體的大數據 大環境數字 因為大家近來在《姜濤》的group 新聞之中 都講起一件事就是 大家蓄勢以待在下個月 即是8月的尾 應該是8月的31日 大家就去看《我的天堂城市》 《我的天堂城市》 當然是講的是姜濤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是講的是什麼 她是第二套上映的電影 姜濤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是主角 她不是主角 她不是黑串 我即是講到 亂了 她不是黑串 她是主角 雖然這套戲分了三個故事 但其實她都是主角之一 而大家講到另外一套《十二怪盜》 《十二怪盜》是十二分之一 但是戲分都不知道有沒有十二分之一 不知道 這個要等姜濤這套電影上映了的時候 就要再看看了 大家對於《我的天堂城市》 其實如果有在不同的姜濤group 後會group facegroup TG等等Whatsapp 你都看到大家間不中都會說 哎呀 我們要不要在8月31日去包場呢 到時候 那就不用那麼急 現在都還沒有進一步的資料 包不包場 你起碼等個場次出了先 看看有多少軟線去上 那我其實其中一個希望就是 如果 如果 根據我現在 根據我現在 跟大家做了少少一個搜集 如果說 8月31日 8月31日 究竟 到時候 姜濤的媽媽有了第二個 會 有沒有 被撞了什麼 撞了什麼 撞了什麼 I mean 基本上 就應該 就 沒有什麼撞氣 你說現在最 最重要撞氣 在香港 在香港的撞氣 就是這個 和自己一個 同門 撞了 就是Anson Lo的樣魂 他也是應該 8月31日上 好了 這個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掃毒 不過掃毒是7月尾 也沒有關係 所以你說中觀 現在 真的 有一個相應的資料就是這樣 所以 我想 會大收的了 會大收的 我的天堂城市會大收的了 因為 第一 應該在我 看的 強勁的 大製作片之中 就應該暫時 就沒有一個 真的 很大的氣 可以威脅得到 所以大家 對於這個 我的天堂城市 就很有一個 渴望 所以 大家 去 等這套戲之餘 就會想 哎呀 香濤這套戲就是上 我們 要不要再有什麼支持 這樣 暫時 我現在看 或者 我盜聽圖書 就沒有 8月31日 我的天堂城市上的 任何應援活動 因為 因為以往 香港的 後援會 就在一些 大型的 作品推出的時候 都會 集資應援 好像上次 Dummy一樣 現在 其實如果說 真是 要應援的 就真是 第一 8月初的 個人演唱會 不好意思 第二 就是 說 這個 第12首 單曲 圖 沒有 我暫時叫他 圖 我猜 而已 這個 就 講 姜濤的 應援活動 暫時未知 希望 有 我想早些推出 而且 我覺得我的天堂城市 如果 現在籌備 都差不多 因為個人演唱會 現在我們要推 個人演唱會 還有12首 單曲 7月份 我明白的 如果姜濤 一 完成了個人演唱會 那就要推 這個 電影 我的天堂城市 我們的目標 就很明確 所有姜濤的目標 我們就希望我們的天堂城市 在香港 這次可以超過4200萬票房 是吧 而這個4200萬票房 是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第一件事 我們就不希望 這一套電影 是少過 剛剛有了第二個 的票房 因為這個 第一件事 有幾個因素 是 合情合理 應該多過的 第一 就是現在 電影院 已經是100% 運了 沒有限制入場 沒有限制入場 等等 很多 那些 不同的防疫措施 因為現在 基本上已經 全面 復上了 所以 基本上 有位置 我們都可以買票進去看 所以 我自己 照理估計 阿媽有了 第二個 4200萬票房 一定會破 如果現在 香港的 電影院 上映的形勢 OK 那就相當之厲害 第二件事 就是 現在 姜濤的數目 一定是 給 阿媽有了第二個 照片的時候 是多了很多的 我不知道多了多少 但是 你無論在所有的 點擊數字 成績表上 阿媽有了第二個 那時候的 香港數目 一定 是沒有現在 那麼多的 因為 阿媽有了第二個 都上了 接近 我這麼說 接近一年 差不多 接近一年 應該上 8月底上的時候 應該就是一年了 差不多 所以 一年之內 姜濤的數目 是上升了這麼多 因為 你從所有的 數字報告 點擊報道 都知道的了 肯定是 上升幅度 這麼大了 現在姜濤 是嗎 剛剛又拿了IG的 第二季的 廣告收入 第一季 這個已經足以告訴你 姜濤是多麼紅 不要說姜濤時代終結 這些話 自己收回 不要再這樣說 我的Youtuber 也不要這樣抽取 很脫離現實 和很無道德 OK 所以 風雨不改 那個上升近來 真的很厲害 那個點擊 所以 就 跟向榮 每天超過 43,200多人去聽 大家 繼續等 好了 跟著 就 看 我們 再上一個位 就是Dear My Friend 第五位 Dear My Friend 其實 這首單曲 在Spotify裡面 是在姜濤的宏雲二十幾首歌之中 它都是穩佔了No.1很久很久的了 那麼 它現在的總點擊率 就達到2341萬了 那麼 上到榜就702天 那麼 差不多 就是都兩年 兩年了 那麼 平均每一天就三萬多人聽 那麼 其實呢 上一陣子呢 有一些 我的觀眾 聽眾頻道 那麼 它就說 它新的就是 是姜濤來的 那麼 其實它呢 很喜歡DN My Friend這首歌 那麼它聽起來很舒服 還有很觸動到它自己 一些內心的感情 那麼 觸動內心感情呢 就一定的了 但是呢 它在討論 即是跟高登仔聊天的期間 它說 有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DN My Friend 在各個的平台 點擊數據 都是No.1 它是很喜歡聽的 那麼它也都知道 它是因為紀念姜濤的一個很好的朋友 中鋒 所以 但是它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它也喜歡聽 作品的說話 鏡中鏡 那些歌 但是 都喜歡聽DN My Friend 但是為什麼DN My Friend 經常上去 所以呢 所以這件事呢 就是剛剛你身為新姜濤 可能小聽高登仔的節目了 如果你有追開高登仔的節目呢 在我不同的片 都已經解釋過了 姜濤DN My Friend這首歌 是有著一個很重要的 重要的意義在這裡的 因為呢 你想一下姜濤呢 你看一下 其實姜濤 一個這麼帥仔 這麼 這麼 有型 這麼高大 其實在以往的日子 香港的娛樂圈來說呢 它一定是一個偶像派的定位 但是當然去到現在已經2023年了 你說什麼偶像派啊 什麼實力派呢 其實已經是沒有意義的了 那 因為 為什麼說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姜濤呢 他走了一條路呢 是一個 充滿驚激 不是我們想像的那些什麼 很容易的偶像派 你想一下以前 一個偶像 就是一個偶像 總之合乎天時地利 有型 那就可以成為歌手了 即是無論你 無論你唱歌是 技巧怎樣都可以的 總之你唱情歌 唱卡拉OK歌 什麼是卡拉OK歌呢 即是你一唱情歌出來 就浪浪上口 那 當中大家公認的 譬如可能是 鄭伊健 那些 有型有帥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 卡拉OK歌的代表歌手 因為他的歌 真的太容易上口 還有他的歌 在卡拉OK是十分受歡迎 當然又帥 當然他拍的戲 亦都是很受歡迎 尤以這個古惑仔 但是姜濤 反而去到這個五年 他沒有走這條路線 他走一個忠於自己的作品 他希望通過作品去講出 他自己一些內心的世界 內心的說話 所以你看一下 現在就算十一首彈曲裡面 講以前那種要走感情路線 唱情歌的套路 其實姜濤根本是沒有走過這條路 但是你說他有沒有情歌 有 甚至他當然有和其他 譬如江海嘉 一起唱I Know這首情歌 但是你看見姜濤整個唱歌的歷程 是沒有走一個情情淘淘的路線 當然走情情淘淘的路線 一定是容易走過現在這條路 其實我經常都說 姜濤這條路怎麼會容易呢 雖然我也很少這樣說 我曾經聽過很久 我其實都甚至聽其他YouTuber 講姜濤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各個各做 我都不需要參考別人 我有我自己的意見 KOL 意見領袖 他講到姜濤在唱歌方面 是太過著重自己的想法 而沒有去走一個令自己更加上位 更加紅的道路 我們不知道的 這個世界 我怎麼知道 如果你這樣說 先決條件 在講姜濤如果唱情歌 是一定比現在 或者是受歡迎的 那我 我又不知道 我又不可以 這樣去 去給到這個這樣的結論 因為 因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個情況就是 可能他就是因為 走自己想走的路線 想走自己的 說話路線 所以才有今天這樣的成就 對不對 這個沒有人知道的 這個沒有人知道 就是究竟 最終會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所以我想 不需要太過著緊這件事 我想姜濤有自己的風格 而作品 而這個DMIFAN 正正就是因為 他的好朋友離世 所以他就特意 找一個出歌的機會 去推出這個作品 去紀念他的好朋友 但當然你要知道 一個歌手 特別在現在 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說這個年代 都是這幾年而已 如果一個歌手要出歌的話 我覺得是難過以前的 接著那些人說 不是吧 高登仔 我想YouTube唱首歌 都可以出歌 不同 姜濤出歌 是需要經過他的公司 經理人的安排 或者所有傳媒的一切的推歌 以前 我都要說一句 八九十年代 去到二千年時代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個報告 在說 平均每一天都會出一個歌手 在香港 我大約記得類似這樣的報導過 這個誇張的程度是多麼高 每天都會出一個新歌手 而很多歌手都是叫做一歌歌手 什麼叫做一歌歌手 只是出過一首歌 只出過一首歌 只出過一首歌就消失了 但是 現在 你說出道的機會是多了 但是你說要紅的難度是極高的 現在 也都要出歌是困難的 但是姜濤是用 就是願意用他一個 出歌的一次機會 是很難得的 不容易的 去推一首Diamma Fan 去紀念他這位朋友 所以你可以看到姜濤是多麼有情有義 甚至我覺得近來有些YouTuber 好像有一點諷刺的意味 就是說 喂 我都很孝順的 我都很帥的 我都唱歌很好聽的 為什麼我不紅呢 你一說到這幾點 就知道你要答應姜濤 是不是 我都免得提你的名字幫你宣傳 但是 我覺得 有時候做人的事就是 要逆風持騰 我想好像姜濤那樣 他沒有就一條順風順水 唱情歌的路線 反而唱這些有說話有意味的歌 我想 可能正正是紅的原因 所以 你就算看回我 我現在說了兩實 就算你看回第一位的Domi 第二位的追 第三位的 梅友赤王 你知道嗎 第二位和第三位 當然是翻唱的歌 但是他們當中背後的故事都很豐富 那麼Domi更加是第十一首登曲 為了今年 叱咒樂壇的一個 採笑式攻擊的Haters 而推出的 所以我想 林林總總這個report在Spotify裡面 都可以看得出姜濤的努力 是不是 亦都很多人趕泛支持 所以我們要支持姜濤 所以我們要繼續聽她的歌 繼續去Spotify 努力 好不好 好 今天姜濤的數據排名成就是這樣 明天同樣時間 我們再見 拜拜